最新股市新闻更新 最专业机构分析观点 最权威人士解读 大家好 欢迎来到安底大鲨鱼的美股投资频道 我是Alex 今天是4月22日周五 股市仍受到美国国债市场的影响 随着债券收益率的上升 股市是遭到了抛售 周五早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466点 跌幅1.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8% 两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周五升至2.76%的高点 高于周四收盘时的2.69% 美国国债市场继续是在追赶加息的预期 对利率上升的主要担忧之一就是 企业将不得不支出更多的贷款 这最终可能会减少投资 债券抛售周五趋于平静 基准的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徘徊在多年的高位附近 本周债券收益率的急剧上升 显示出奇稳的迹象 那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 今天降至了2.895% 周四是收于2.917% 对通胀和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 步伐的担忧仍然是投资者 本周关注的焦点 并导致了主要股指出现波动 周四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言论 为股市是注入了新的波动 它向投资者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关于加息幅度可能会超过以往的言论 令市场是再度承压 鲍威尔周四发表加息言论后 美国股市回土早盘的所有涨幅 道琼斯指数是下跌了368点 跌幅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1.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了2% 鲍威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会议上表示 遏制通胀绝对必要 可能在5月以及随后几个月加息50个基点 以遏制40年来最严重的通胀 它的言论导致了三大股指全部走低 与此同时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升至了2.917% 创了52周新高 经济方面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增加了18.4万人 持续申请失业救济人数降至141万人 为52周最低 那下周投资者将会看到密歇根大学4月份的消费者信心的最新数据 这两天的走势令很多的投资者都抱怨 5月份加息50个基点已经成为大概率事件 甚至有美联储官员还表示他支持下个月加息0.75个百分点 为何市场反应还如此强烈 其实市场最主要的担忧并不是下个月加息50个基点 鲍威尔这次透露的重点可能是后面几个月需要连续加息50个基点 那这也凸显了货币政策紧缩的力度 引发了市场的极大担忧 那投资者担心的不是目前的经济 而是未来几个季度的经济 从市场走势可以看出超出预期的企业财报并未减轻这种担忧 其实在鲍威尔发表讲话前 路透社调查的经济学家就表示 由于失业率接近记录的低点 通胀为40年来的最高 且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持续飙升 那美联储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控制物价压力 以免通胀失控 将在未来几个月大幅升息 并表示明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40% 路透社是在4月4日到4月8日 对100多名经济学家进行的最新调查预计 今年将至少有两次加息50个基点 从而使联邦基金利率在6月会议前升至1.25%至1.5% 这比3月路透调查得出的年底预估至少提前了3个月 且更符合利率期货的价格 在接受调查的102位经济学家中 有85位预计美联储5月将加息50个基点 而56位经济学家中仍有相当多数人认为 美联储6月也将加息50个基点 荷兰国际集团首席国际分析师James Natalie称 鉴于官方评论的转变 以及整个经济中可见的通胀压力 我们认为美联储将在5月6月和7月的政策会议上 升息50个基点 Natalie表示利率变化如此之快 尤其是在一个多年来 已经习惯了极低借贷成本的经济体中 也伴随着风险 美联储似乎觉得有必要迎头赶上 以重新获得对通胀和通胀预期的控制 而快速大幅升息的步伐 增加了政策失误的可能性 这足以让经济陷入衰退 那周四鲍威尔的讲话 基本上是佐证了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和担忧 这就更加大了投资者对经济衰退的担心 事实上 另一个问题的受访者给出的中值是 明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为25% 未来24个月将升至40% 那债券市场已经显示出对衰退的担忧 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 为何明年的加息速度会迅速放缓至累计仅50个基点 那到2023年底 联邦基金利率将升至2.5%至2.75% 一些经济学家已经预测 美国最早将在明年第四季度下调利率 然而尽管人们预期美联储将采取积极的紧缩政策 但至少在2024年之前 通货膨胀率都没有可能降至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 俄国战争导致了大宗商品和能源价格飙升 也让人们更难预测通胀最终何时会回落 那美国上个月的失业率降至3.6% 仅略高于疫情前的水平 那预计将在2022年达到平均水平 美国劳动力市场或将进一步收紧 预计明年的失业率平均为3.5% 那到2024年仍将保持在这个水平 这与美联储自己的乐观看法大致一致 但与受访者对衰退的担忧就不一致了 在就业市场趋紧 企业信心减弱的实时迹象 以及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再次反弹的背景下 对滞胀的担忧是再度浮现 经济增长预期被全面下调 那今年和明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3%和2.2% 低于上个月预测的3.6%和2.4% 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从冠状病毒衰退中恢复过来 但是关于美国是否正在进入新的低迷气的争论却越来越多 对于经济衰退的问题 经济界也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越来越多的专家认为经济衰退即将来临 那下面我们就罗列一下支持和反对2022年经济衰退的一些论据 一些经济学家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一样 相信美国仍能在不引发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冷却通胀 那另一部分人则担心 乌克兰战争和美联储迟来的行动 注定了美国将陷入一场新的危机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应归结于通胀 特别是美联储对抗通胀的计划 央行从今年3月开始上调基准利率 预计将在2022年剩下的6次会议上每次加息 那上调利率的目的是为了减少美国人的支出 使需求与紧张的供应更加匹配 那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 美联储的政策制定者认为 通胀将在2022年晚些时候开始下降 并在明年年底达到更令人满意的水平 那这一举动被经济学家称为软着陆 也就是通货膨胀缓解 失业率保持在低水平 那如果能够实现 软着陆将使经济在进入新的扩张周期时 处于更为强劲的地位 这正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目标 那迄今为止呢 美联储的官员们对这些努力表示了信心 但是许多经济学家对此并不信服 那许多人把软着陆的目标呢 视为白日梦 认为央行等了太久 才开始给40年来最高的通胀降温 一些人甚至预测年底前会出现衰退 因为他们看到美联储大幅升息将放缓经济 导致经济开始萎缩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那美国将面临失业率大幅飙升 经济活动放缓 以及连续几个季度产出萎缩的局面 那这种分歧呢 是凸显了大流行时期的反弹 仍存在着多大的不确定性 以及美国人如何看待其进展的分歧 虽然一些人认为 就业岗位的迅速恢复 是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 但其他人则认为 劳动力短缺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一些经济学家在为零售支出的提升欢呼雀跃 但也有许多经济学家强调 美国人的情绪是近11年来最悲观的 经济衰退是否即将来临 尚无定论 但随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 引发的新的通胀担忧 经济复苏也在向前推进 各方的争论都越来越激烈 一方面 经济学家担心过度调整会引发危机 预计未来几个月将出现衰退的鹰派经济学家 指出了两个因素 美联储的时机选择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前者被认为是一个政策错误 它让通胀过热太长时间 后者被视为是将通胀推高至令人担忧的水平 从而引发衰退加剧的担忧 这场冲突已经全面推高了商品价格 最近几周天然气和原油等主要能源大宗商品的价格 大幅上涨 小麦成本也出现了类似的膨胀 对保持作物产量强劲至关重要的商用化肥的价格也出现了上涨 一些贵金属的价格也出现了飙升 这可能会让汽车和电子产品等耐用品的供应链出现又一次的噩梦 通货膨胀的影响已经大到足以让一些大型银行在经济低迷时有所准备 那德意志银行是最新一家这样做的银行 他在周二的一份报告中表示 美联储发现自己在冷却价格增长方面远远落后于曲线 战争已经转变成为一个僵局 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在许多方面破坏了经济活动 预计未来两年在美国和欧元区将出现经济衰退 那些预测经济衰退的人认为 随着利率变高 美国人控制支出 使经济失去关键燃料 实际上会逆转经济增长 前财政部长拉里萨莫斯是预测经济低迷的呼声最高的人之一 这位经济学家在《华盛顿邮报》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中预测 美国将出现重大衰退 称美联储没有意识到过去一年错误的严重性 萨莫斯表示 美联储若要避免经济下滑和公众信心丧失 就必须转向截然不同的方向 甚至一些前美联储官员也认为 美联储无法在不引发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标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前总裁比尔·达德利表示 美联储没有采取足够快的行动来降低通货膨胀 硬着陆现在是几乎不可避免的 达德利说 鲍威尔将此归咎于坏运气 官员们没有预料到供应链混乱等意外情况 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是对的 但美联储仍有责任 因为它未能及时认识到通胀风险 并开始收紧政策 另一方面 专家们认为美联储将实现软着陆 鲍威尔在3月1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驳斥了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鲍威尔表示 央行的时机安排使得过去两年的经济活动 得以迅速复苏 美国目前的状况足够健康 可以承受更高的借贷成本 明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是特别高 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一个强劲的经济体 在货币政策不那么宽松的情况下 它将能够繁荣发展 不能说经得起考验 但肯定是会繁荣发展 这一强劲势头很大程度上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微型反弹 与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复苏不同 美国迅速恢复了衰退开始时失去的大部分工作岗位 相比之下金融危机后的美国经济用了25个月才达到最低点 其他指标表明经济增长的强劲程度超出了就业复苏的范围 尽管2月份支出增长放缓 但整体消费者支出按年率计算 达到了创纪录的16.7万亿美元 储蓄也远高于大流行前的趋势 表明美国人正以巨大的财富实力走出冠状病毒衰退 尽管通胀上升 但家庭储蓄状况也不错 彭博社经济学家今年3月估计 美国人在大流行期间累计的超额储蓄总额约为2.5万亿美元 其中只有27%将用于支付与通胀相关的更高成本 经济学家们表示 到2022年美国家庭的总支出仍会稳步增长 他们还表示 大部分增加的储蓄都集中在收入最低的80%的人群身上 这一群体花掉了比赋予美国人更多的储蓄 因此美联储可能选择了恰当的时机退出政策 尽管美国人对经济状况感到很糟糕 但他们仍在大笔支出并增加了储蓄 对工人的需求也处于历史水平 加息将抑制经济复苏的速度 但如果鲍威尔是对的 考虑到目前的情况 美联储正在实施一场非同寻常的软着陆 那以上就是经济学界两派 在经济是否将出现衰退的问题上的主张和论据 那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两种说法呢 我想这也许是每个投资者都需要思考的问题 好了 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更详细的市场前景分析和操作策略 请关注今天的会员视频更新 感谢各位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